神秘埃及金字塔模型拥有诡异能力 能让娇小瘦弱的人变成堪比率巨人的大力士 仅用手指就抬起90公斤重的人 不仅如此 只要诚心向金字塔许愿 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更加恐怖的是 亵渎金字塔的人会遭到埃及死神的诅咒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金字塔模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本期子牙同去八荒其文录 就带你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 故事还要从发生在古玩收藏家身上的诡异事件说起 老王作为一名古玩爱好者 经常深更半夜去鬼市逃一些 不曾被人发现的好东西 一天深夜 他像往常一样在鬼市里游荡 走到角落里的摊子时 不知为何 像是被某种东西吸引了一样 不由自主地朝着摊子走去 在昏暗的灯光下 老王在在布满灰尘的古玩中 发现了一对不太奇眼的东西 仔细一看 赫然是一对埃及金字塔的模型 即便隐匿在灰尘中 也掩饰不住金字塔那耀眼的金光 老王对埃及金字塔颇有研究 也在市面上看过许多金字塔的模型 可眼前的金字塔模型 与其他的模型不太一样 这一个似乎像潘多拉的魔盒 不断蛊惑着人心 要不然老王也不会鬼市神差地走到这里 这也说明他和这个金字塔有缘 摊主告诉老王 这对金字塔模型是从埃及本地的墓穴里出土的 只有对金字塔有缘的人 才能看出它的价值 于是老王花了大价钱 将这一对金字塔模型带回了家中 之后老王整日都不出门 一直在家研究金字塔模型的秘密 可研究来研究去 都再也感受不到金字塔模型 那股神秘而又诡异的力量 就在老王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老王正在家里 鼓到金字塔模型 由于太过于专注 导致没注意到身后重打百斤的鼓丸淘气 一碰之下 眼看淘气就要翻到在地 要知道这个淘瓷是老王最在意的东西 情急之下伸手抓住了淘气的边缘 心里想的却是全完了 因为淘气搬上楼的时候 还是两人合力才搬动的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竟然仅凭一人之力 就只注重打百斤的淘气倾倒的趋势 此时老王意识到金字塔模型的力量 于是更加专心的研究金字塔其中的秘密 那么金字塔模型真的存在着神秘的力量呢 只是越研究老王就越害怕 害怕自己怀揣着这样神秘的东西 被其他人发现 于是他就想将这一对金字塔模型分开 这一天老王跟随朋友一起来到湖南长沙的珠宝店 想在里面买一些值得收藏的珠宝 看来看去最终选了一块黄龙玉 珠宝店的老板娘皮娟带着老王到前台副帐 可老王一分钱都不拿 而是神秘兮兮的跟皮娟说 想要用一件值钱的宝物跟他换 皮娟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心想老王估计是哪里来的骗子 就在他准备轰赶对方时 却见老王的手中散发着诡异的金光 仔细一看竟然是金字塔模型 皮娟又好气又好笑 老王以为随便拿出个模型就能糊弄人 可老王接下来的话 对是让他目瞪口呆 直呼根本不可能 原来老王悄悄告诉他 这个金字塔拥有神秘的力量 能让人变成力大无穷的大力士 皮娟当然是不相信的 这种事听都没听说过 他认为这只是老王在吹牛 可看着老王手中 似乎充满无限魅惑的金字塔 他就答应让老王展示下金字塔的神秘 如果真如老王所说的话 他也愿意用黄龙玉换金字塔 老王的演示很简单 就是让皮娟找来五个枝根枝底的人 以防老王请托作弊 然后让其中体重超过二百斤的男人 坐在椅子上 其余四个人只用手指来抬死人 听起来就感觉是天方夜谭 皮娟找来的人自己都不信 只用手指就能把人抬起来 几人随即开始尝试 两人用手指勾住膝关节 两人勾住搁置卧 只用了不到一秒钟 所有人选择了放弃 毕竟坐在椅子上的人动都没动一下 皮娟也是一省阑珊 但老王却诡异一笑 他让几人将一根完好的头发 放入金字塔之中 并且解释到金字塔与人的基因产生联系之后 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场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不可能出现的是竟然奇迹般的上演 还是同样的人 还是同样的姿势 这一次仿佛在某种力量的加持下 几人化身力大无比的大力士 将重达二百斤的胖子 仅用手指就合力举了起来 老王还说金字塔的神奇之处不仅于此 只要每天诚心诚意的祈祷 金字塔或许还能完成人的愿望 亲眼见证奇迹的发生 皮娟为之前质疑金字塔的行为感到羞愧 以至于老王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迫不及待的从老王手中换来了金字塔 此后老王再也没出现过 而皮娟将金字塔像宝一样弓了起来 那么神秘的金字塔真的拥有奇异的力量吗 皮娟对金字塔的真实性根本没产生任何的怀疑 因为他也曾查阅过埃及金字塔的相关资料 发现许多曾经爬过金字塔 对金字塔不敬的人都会离奇的死亡 但是在其他人看来就不同了 皮娟的朋友们也得知神秘金字塔的事 于是纷纷告诉他肯定是被人骗了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金字塔的秘密 皮娟顿时就猛了 为了印证朋友们的说法 他找到了一位专门研究此类事件的专家 对于四人用手直举起百斤重的胖子 专家表示一般情况下或许做不到 但是在催眠的情况下 人力有时能突破极限 专家的意思就是通过催眠来激发人体内的潜能 让人做出意想不到的事 这些事就包括手指抬人 只要不断地暗示抬的东西很轻很轻 抬人的几人就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能抬动 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呢 于是皮娟来到大学找来几个陌生人帮忙 按照催眠专家的说法 暗示几人台的东西很轻 并且让几人同时发力 果不其然 原本应该是由金字塔的神秘力量完成的奇迹 竟然仅仅只是用几句暗示性的话就完成了 皮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那就是换来的金字塔 似乎真的并没有什么力量 自己上当受骗了 他也只当买了个教训 只是随后的几年里 他的生意不止为何越来越红火 对于此事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跟最新的名字 我们下红火 你们下红火 谢谢大家